如果要讲一讲我跟汤圆的故事的话 我觉得应该先普及一下元宵节这个东西 元宵节呢 汤圆汤圆 元宵节吃汤圆嘛 但是呢 北方人一般都说是吃元宵 只有南方人才会说吃汤圆 我觉得小的时候最喜欢吃的就是 芝麻馅的 还有红豆的 就是还有花生馅的 这三个就真的是真爱 巨好吃 但是我听说有人会吃那种咸的汤圆 我觉得特别可怕 怎么会有人吃咸的呢 可能南北方差异吧 反正我不太懂 我记得啊 有时候我生 然后我 我也没有把那个生子当它回生 结果我早上起来的时候 我女朋友给我煮了一碗汤圆 五个 还摆成像那花那种特别好看 然后呢 当时我就吃了 结果拿下来 把牙齿给崩了下 我说啥东西 我说 结果我一吐出来一看 根儿一个银币 我说这啥意思啊 你要把我也撒了点 然后他说 然后我女朋友就说了 他说你想想吃汤圆的时候吃到银币 你说当时啥子 我说吃到银币有好运 对啊 吃到银币会有好运 我在想 那我还真吃下去 但是这只有一碗的嘛 我再两个吃也吃到这个银币上 我跟汤圆是个有缘分的人 我之前的所有前女友都会做汤圆 她们做的汤圆十分精湛 有的喜欢用玫瑰包汤圆 有的呢 则喜欢用菊花包汤圆 但是我最爱的还是用菠菜包的汤圆 用菠菜包的汤圆 绿油油的 就像一些绿色的球 它们胖胖的 总是充满了水 张开嘴 七星一摇 里面五彩斑斓的馅料 总是能让你神魂颠倒 我拿汤圆衡量自己的女朋友 当我的女朋友可以 包很好吃的汤圆的时候 我的女朋友 就是我唯一的真爱 使用菠菜包的红柠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